玉锦绣额前的青筋直跳,她真是时刻在挑战她的底下,她生气一口气,想让下人随意煮碗粥来敷衍她,好让她把解药浇出来,她却又朝她一笑,用吩咐的语气道。 主舟的米,要用最好的珍珠米,水药用西山保全今日新打的水,里面再随便加点奇山山药,青阳红枣,见得黄芪就好。 她说的这几样东西听着普通,其实全是贡品,极为珍贵。 玉锦绣被她气得不轻,早已耗尽的耐心,让她的心里满是暴力的怒气,她伸手掐着宁妙威的脖子。 不要以为本王不敢杀你。 玉锦绣这一次的气势虽足,掐得力道,反而还不如上一次,至少没让宁妙威感觉到窒息。 宁妙威早就看穿了她的弱点,更知道在她心里面,不管她是作天作地,还是委屈求全,全都让她一样厌恶。 既然如此,她自然得让自己舒服些,于是她阴阴假哭了两声。 你想掐死我,我好怕怕啊,我就生一口气了,这一口气要是提不上来,我就会死了。 王爷,你可得把握好力道啊。 玉锦绣对宁妙威这样油言不尽,无比的愤怒,却又还得压制性子和她周旋。 她将她扔在大红的洗背上,冰冷冷地倒。 我现在虽然不能杀你,但是却能让你生不如死。 宁妙威,你最好乖乖拿出解药,否则…… 生不如死,自从我嫁给你之后,哪天不是生不如死呢?你觉得我会怕? 你这样欺负我算什么本事?有本事等我身体好了,我们不计生死地打一架。 不计生死打一架?你还真是全京城最隐瞒的女人。 哼,她想跟她打一架,她配吗? 宁妙威根本就不在乎她如何看她,她挑眉一笑。 我野蛮,我骄傲,你又不喜欢我,我是什么样的人关你屁事。 玉锦绣从来就没有见过哪个女子,把这种话说得如此理直气壮。 且她挑起的眉眼,竟让她看到了一抹赤裂的张扬。 竟出奇的好看,撩得她心里生出了波澜。 玉锦绣拧眉压下心里的念头,她真是疯了,才会觉得她好看。 她连赵半夜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。 你还真不负京城第一贱人的称号,当真是粗鄙下贱。 她不想再和她多说废话,冷声吩咐。 来人,给她煮粥。 让我失败。 当真是粗鄙时,sto痛通人的淚. 从女儿来 Roz Lapu里, with her fare СамFurland, Towards歌星唷的关卡,越来 divorce。 我现在赶快上是粗珠,Ay pul琪一起, Nanak, sia我要扯那渴调, пош粉,Porced La buy eatení 什么煩, 是想十一堆躯了,